很長的刺 這一顆是我們台灣的野生蘋果 叫做台灣蘋果 台灣蘋果 它就會結像那個我們市場會賣那個青蘋果對不對 但是呢很小顆這樣子 大概一顆這麼大 成熟的時候一顆這麼大這樣子 就會結那個青蘋果 那聽說啦 就是說現在有人在專門種來賣 市場上會有人散售這樣子 算是比較特別啦 就是因為可能不是說好吃 而是說是一種特別的味道這樣 這是台灣蘋果 那台灣蘋果在我們一般的環境 如果大家到山區來健行 不太能夠看得到 但是它不是稀有植物 其實它還數量蠻多的 為什麼不容易看到的原因是因為 它是比較先驅的植物 所以在這種育碧的森林裡面呢 你可以說呢 如果你要看到它應該幾乎都是大樹 大樹 這邊有一顆小顆的對不對 其實這邊一定有母樹 而且是很大 它的大樹有多大呢 可以到十層樓高 你想想看蘋果那麼高 怎麼採啊 吃落果的話 落下來之後你拿起來 不是你吃了 已經先被吃掉 裡面都是在辱動的在吃這樣子 好所以這個是台灣蘋果 我們的原生蘋果 這個 好 那我們再往上 好 我這邊補充一下 對 那種蠻要做特別的